因为能源价格飞涨以及气候变化不断加剧 导致人类只能再次更换赛道 新能源领域一时间成为全球热捧的领域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新能源带来的便利 不少朋友都买了电动汽车 节约了大量日常使用资金 但是想必大家也知道 电动汽车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 一块电池的成本往往达到了汽车的40%左右 所以动力电池便成为各国争先恐后争夺的蛋糕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日本 要说在动力电池领域 日本基本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各项优势 很多朋友都知道一位关键人物 那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吉野章 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造了锂电池 成为世界锂电子电池之父 而且在当时 日本便豪言在9年之内生产20万辆电动车 那么反观现在 日本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貌似成为了局外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以作者的角度来看 日本并没有输给任何国家 而是输给了自己和时代 上世纪末的日本想必大家都知道 被房地产泡沫搞得一塌糊涂 而生产动力电池最不能缺少的常用金属 就是锂 锂 镍 石墨 但当时的日本无疑最为缺钱 如何能高价进口这些材料 支付昂贵的运输费用呢 而且即便日本先创造了锂电池 但也属于门外汉的角色 要想实现大规模量产 还需要搞大量研究 所以日本第一个难题就是消耗不起 除此以外 当时我国其实也有一个新兴企业 那就是现在所有人熟知的比亚迪 97年金融风暴之后 涅阁电池市场价格暴跌 导致日本企业只能快速退市 比亚迪正好乘势入场 抢夺了第一杯羹 随后我国加入国家贸易组之后 一举成为了全球动力电池最大的市场 给所有该领域的国产企业 提供了良好的发育基础 其实早在十年前 我国锂电池市场份额就超越了日本 当时的日本已经气急败坏 所以效仿美国开始换赛道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轻能电池等等 但是无奈我国在该领域也提早布局 而且人类对核能的掌握 要想达到民用的境地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 日本就是这样远离了自己的优势 一步一步走向了被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